安安,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公司內部的人的失扯 可能比外面公司外部的人失扯還要大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應該來講就是說 公司內部比較容易產生螃蟹效應 螃蟹效應就是說 當一隻螃蟹自己從鍋子要爬出來的時候 它是容易的 但是有一群螃蟹要從鍋子爬出來的時候 其他隻就會互相把它拉起來 就會導致每一隻螃蟹都沒有辦法爬上來 所以等於是說 螃蟹效應事實上某部分來講就是一種內捲的形式 就是一種內捲的形式 或者是說內捲就是一種大家互相傷害 互相傷害的形式 那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種形式點 事實上在職場裡面這種情況也蠻常看到 就是一個情況 決定來講 假如今天公司內部的機台壞掉了 要維修 這時候呢 事實上我們要看公司的規模 但是如果是一般 這所謂的公司 我們講一般 我們不要講特例 我們講一般的公司是怎樣 你知道我們公司有互助互助 但我們講大部分 大部分公司是怎樣 你要申請費用就會有人去尿 然後呢 你要去申請預算就會有人去尿 然後你要去簽合就會有人去尿 然後呢 假設做完了勤款後面有人驗收也是尿 都是公司內部的喔 但是公司外部的怎樣 反而是怎樣 在這個過程中 他反而是陪你把事情完成的 為什麼 第一個他賺你錢是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我們講是心態的問題 有時候反而事實上 很多人常講一句話有沒有 公司內喔 處理公司內跟處理外 公司內部才是硬麻煩的 硬難題 為什麼 因為公司內部的人事 事實上他是有一個利益關係 那公司外部來講他很單純 他接觸到來講就是我們合作 合作開始完成了 就你受利我受益 就大家都受益 可是公司內部就會有很多的一個 拉扯跟一個 一種所謂的一個過程 這個事實上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點 再來就是說事實上 就是公司內跟公司外 事實上 舉個最常講 有時候說 有時候你在做差不多舉個 機台維修 到最後我就 搞了半天 到底是自己公司內部 怎麼感覺好像都在拉 在扯 對不對 在扯後腿都是什麼 公司內部的會不會發生這種情況 舉例 像有些公司 他就會有法務部門 法務部門他可能不是律師 他可能是法務相關的人 那法務相關的人 他並不是像律師事務所一樣 他有一些案件 他就委託給律師事務所 只是說 他是一個公司內部的人 跟律師事務所對接的一個窗口 可是有時候事實上 窗口這個東西 會讓人家覺得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窗口這個把職責做小 窗口是一個傳遞訊息 窗口做大 他可能本身他就可以有自主 例如舉例 假設今天這個法務 把它做大了 把它做得很有威嚴權 事實上 他事實上就可以承接到更大的一個工作 可是他如果做小 變成是一個傳遞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舉例 假設你今天跟廠商訂一個合約 然後你給你的法務 公司內部的法務看 公司內部的法務 理論上 他不會從專業的部分去 間隔這個合約 不是 他都從文字上去繞這個文字的問題 舉例 就是說 今天這個合約是誰訂的 要嘛就是公司自己訂的 公司這種自事訂的 廠商幾乎10個 應該11個不會切 為什麼 因為那個絕對不合理 所以一般來都是什麼 都是那一種廠商 就是你委託的廠商 他放了合約 讓你一樣不要去 他在那立場把你去改 修修改改 合理 他今天是賣你機台 就是一個機台的合約 他今天賣你一個 算水果 就賣一個水果的合約 類似 但如果你是以公司的立場 放出去 一個合約包含著 可以賣齒果 西瓜 葡萄 對不對 很多東西 衣服 那就會範圍都很廣 所以一般人就是廠商給你 廠商給你來講 一般人就會給法務看 對不對 給法務看 那法務來講 哇 那很多人就會說 這個幾乎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號召 為什麼 因為法務 很多人來講 他並不是這個律師 他不是律師 所以他並不是以律師的角度 去審查這個合約 他是以他自己的角度 所以這個在講 他為了做事 他第一個時間 他不能太快 他不能當天就出去 他一定要一個兩天 三天 就一個流程這樣 可是事實上各位會很發現 就是說這個東西 他根本不是給意見 他是為了增加他的工作 我會這個行為 的一個程度 會有這樣的一個行為 但有沒有可能 是給你意見 是有可能 但是一般食物來講 幾乎都是沒有什麼太好的 為什麼 因為他說 哎呀 那個法務所不能這樣子 你說 這個我們是跟他配合的 對不對 你會說一工作立場 法務會說一工作立場 不能這樣 工作會吃虧 這樣就懸在那邊了 然後廠商也不要 廠商說 為什麼這個是我們本身 因為廠商為什麼會採的比較硬 因為採商 廠商是提供東西比較多的人 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是廠商 他的公司沒有很大 所以他訂的合約來講 可能沒有全方位的 那有可能法務那邊 就是你 假設你的公司 公司就會比較大 法務可能要大改 他們可能不見人接受 因為他的合約他一定要怎樣 他一定會給他的一個 也是一樣他的一個法務 或他的一個律師的人員去看 再一來一往就會拖很久 那很多過程就會說 拖到最後感覺好像 又過了一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是快的 有時候一來一往 一個這樣子過程 兩個禮拜 甚至多禮拜都有可能 老實講 你在一個採購合約上來講 這個來講 事實上是一個 而且仔細來講 最後他改了改什麼字 改一些很琐碎的一些字 就是一些很模糊 比如說有些東西如果很明確 例如說 那個什麼 第一期款支付 第二期款 第二期款支付 什麼合約支付 支付多少錢幾個什麼 這都很明確 都不會有問題 有問題的時候什麼 反而都會說 這個是保證我們公司的權益 這個東西應該要講什麼 歸於我們所有 公司是這樣的解讀 一定會 因為這樣解讀最安全的 可是常常就不會 常會就想說 你今天這個解讀 如果過大解讀 會不行 所以他一定會拉扯 在這個拉扯中 又耗了很多時間 事實上在執行的人 就快一點 也有可能 他這個預算 他可能會有個預算的考量 時間點 第二個來講 老實講 這個沒簽過 事實上窗口也會有問題 就是說 全部的人都沒有什麼差 窗口 每個人都有接觸到這份工作 可是事實上最後 時間的承受 就是窗口的部分 承辦的人 所以事實上 有時候 就會覺得 怎麼好像都是在拉 然後就請廠商那邊改 然後說這不能讓我們改 所以事實上 各位有時候會發現 一個公司 常會看到很多的工程師 或很多的紀錄人員 反而跟外部廠商會比較好 他的好 當然他也知道說 就把事情做好之外 他也知道就是解決問題 廠商來講 外部來講是解決問題 因為外部來講 不會製造問題 趕快把錢 趕快把它做完 等結案 能收錢這還是重點 可是內部就會有不一樣的考量 例如舉例 好比說你今天買了一個機台 正常的買就可以 然後有時候還會有那種 可能是採購 有的是演出 我覺得每一個工程不一樣 就是在供應的過程 他會有一個尋價 然後會有一個什麼 說白了就是採購單位 叫供應鏈 供應端 或什麼採購端 採購系統 可能就是一個採購單 採購單位 有時候他不是那麼單純 就是負責值報價 他有時候可能要綁架 因為他要Costum 那有些東西 他可能要有些法規 他有些法規 那一般來講 這種非專業性的法規 他就會問到 你一定要做什麼安全開關 你要幾個幾個 有些是很不合理的 那因為之前這麼做 每次包 這一次他也要這麼做 那廠商來講 有的就乾脆不做了 為什麼 因為廠商也不是笨蛋 除非廠商沒有接觸過 常常有接觸過他知道說 今天不做 不是因為出個窗口 爛不做 他知道後面這個體系 跟他耗下去 可能會有很多的問題 慘慘的賣折二 會也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老實講 就是說 很多廠商就說 這到底是在 到底是在那個什麼 這是在幫我 還是撤我後腿 這個事實上 就有點變成是組織狀大 會有一個組織的一個 融元 會有一個融元 的一個過程 的一個情況 這個的確是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所以等於是說 所以等於是說 應該來講就是說 事實上 事實上來講就是說 在有一些的過程 有些過程 就是說公司內部的人 有時候是感覺扯偶的 還有一個點 像主管 有時候跟主管會報 廠商跟廠商說主管會報 跟主管報告說 主管這個東西今天這樣做 主管會給你打槍 為什麼 有的主管為什麼會習慣性打槍 他是為了就是說 打預防針 就是說 今天這個東西要解壓 要驗收了 主管說不行 他一定要講幾個點 到時候如果真的出問題的時候 還可以推給你 說白就是這樣 他沒有跟 說白一網都知道說 這也沒有站在一同一條線 對不對 很多主管都會這樣 你跟我要站在同一條線 然後出事的時候 把員工推 把下屬推去前線 然後說要跟他站在同一條線 那員工這時候沒有跟他站在同一條線 會被定 但是跟他站在同一條線 要假裝跟他站在同一條線 不能真的跟他站在同一條線 因為真的跟他站在同一條線 會被他賣也不知道 是不是 是沒有錯 你說可是有的人 問你怎麼會 這只是看人 有的人也是看人 的確 在這個社會很多人是看人 有的人說 有的人對那個人很好 對那個人很壞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他還會在心中去評判說 這個人對他沒有價值 跟沒有價值 這個也是蠻大的一個點 舉例 像有的人就是說 好比就是說 今天假設有個福利 他可能每個人可能要一個好時段 那那個後面想換的人 就跑來跟其中一個人換 那連續 那個被要求換的人 他說不要不要 然後那個就一直追著他 可是被要求就覺得很奇怪 反正周圍不是還有好幾個人 為什麼我找他 為什麼 有很大的點 第一個你可能是軟柿子 第二個人家可能覺得你好欺負 另一個人家覺得你無權無私 想要壓你 就可能是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是當下 如果是這樣的拒絕他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因為被當軟柿子 你拒絕他 因為你就是軟柿子 拒絕也沒有什麼差 你沒拒絕他做實際軟柿子 今天如果是很急的情勢 你幫他沒有關係 但今天來講就是 擺明要坑你要挖你 那通話被拒絕他沒關係 為什麼 因為他要坑你的時候 你就算他好行 他也不會同情你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認為你是軟柿子 要欺壓你的立場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個很大的點 很多人講 什麼時候被欺負要反抗 就是很大一個點 在學校什麼時候被欺負要反抗 一個很大的一個點 就是說 當這個人已經擺明 就是要欺負你的立場 的情況下 這時候就一定要反抗 把你打一打之後 你要去報警了 不要我們是好朋友 你又先軟了 不 應該就是要一直到位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說光然間 就是看不起你 就是要餓你的情況 這時候你反而就是要以暴自暴 不用擔心 因為這時候 周圍的人看到你以暴自暴的時候 周圍的人可以理解 大家可以理解你那時候的情況 因為大家知道人家是要餓你 那你這時候還被人家餓 那所反而不會餓你餓誰 但如果說這個是一個 因為好比說今天假設是 剛剛講的這個時段 你這時段比較好人家跟你換 如果周圍還有很多人的時段 大家都不要那不一定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不問 只問你代表怎樣 因為他要餓你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明顯 大家應該都心知肚明 有時候幫人要這樣講 老實講 有些人如果心懷不給 不軌 在這個社會上來講 會得罪人 我說實在話的 在職場或在很多地方來講 你就算默默在那邊 人家討厭你 你也是得罪人 所以我覺得一個蠻大的點 當人家是初級的時候 對你是已經有傷害的希望 事實上這時候是可以適當的反覆 這是很多家長在講說 要交小朋友 就是要溫暖風險 但是被欺壓的時候要反抗 不知道拿捏那個點 我覺得這個可能 是一個蠻好的拿捏點 就是說 當人家是用一種 我就是要餓你 我就是看不起你 我就是要弄你的情況下 這時候 反擊是一個最佳的時間點 為什麼 因為你這時候再不反擊 事實上你自己 以後也會更為民 當你勇敢的說不的時候 你可能瞬間會被人家給亂 可是你要知道 今天如果你是無理學 那我說不就算 但是如果今天是合理 人家是要欺負你看不起你的情形 那你就說不 老實講 就這樣子 最後的情況就這樣子而已 人家不會同情你 我覺得這個是蠻大的一個點 我覺得第一個 有可能會誤判 但是我們常常講 就是說有時候 人有時候 事實上在這個社會來講 就是說 跟人和善是一回事 但是有時候底線被採 這個就是底線 我認為這個就是底線 當然這個是見仁見智 OK 好我們拉回來 我們今天的一個點 也就是說在公司內部跟公司外部來講 公司內部反而很容易怎樣 就會去一個互相傷害的一個點 舉例 我舉個例子來講 今天假設一個外部廠商要來了 我跟你講 事實上有一個 我覺得公司會面對兩個點 也是不一樣 如果是客戶來 客人來 大家就會 跟什麼 偷懶趴 就跟偷長官一樣 但如果是廠商 就是比你低階 為什麼 因為客戶來就是給你賺錢 廠商來就是你給他錢賺 等於其他幫你出於事情 但他對廠商都會比較有點鄙視 這我相信這是理解 因為有些大公司來講 有些人事實上對廠商來講 事實上是測試一比 為什麼 那有些人講 比較會跟廠商合作 為什麼 有兩個前輩 第一個測試一比 他覺得 不要跟他有太大的關係 你做好不行就推給你 這是一個點 第二個來講 會跟廠商比較合適好的關係 為什麼 他會推衡兩組 廠商說不定有哪個點 是怎樣 他還可以為他所用 還有後續的一個聯繫的一個價值 這是一個點 再來就是說 我們講的一個公司的櫃台 櫃台總機 有時候也是蠻明顯的 如果今天是客戶 你要什麼 因為他怕被投訴 廠商有時候怎樣 你要貼房頭貼的那種貼紙 你要簽名 你不能拉進去 然後這時候如果是總機 如果是說假如 如果說這個帶進去廠商的人 如果是跟總機很好 會有趴數的話 繼續 但如果是 就一般人說 跨廠 如果是一個小人物 就會去尿他 對不對 是沒有錯 我覺得沒有錯 所以老實講 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也是有點扯後退 因為譬如廠商或其他人會看 這個公司的怎麼互相在那邊車 可是你這時候 如果被撕的人 這時候一直 因為你這時候跟他弄 你的廠商一直進不去 你的廠區 更麻煩 他隨便尿你是可以 最終還是可以進去 可是會讓你很不舒服 就是這樣 有的人就會笑笑 就傻小管 裝傻這樣子 但是事實上良子 是不是解下了 事實上沒有錯 所以等於是說 在這個社會來講 就是說 事實上很多人 事實上應該舉例來講 很多人就是說 很多人事實上 如果人家是一種 比較惡意惡止的人 那說事實在話的 鄧德亞才鄧德亞 以前都會覺得就是說 事實上就是說 這個來講 事實上 跟公司內部的同時也是一樣 就是說 什麼時候該翻臉 就是說可以好好的講 但是延遲要很錯印 這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說很多東西來講 就是說 有時候有的人說 公司內部的人 很容易舉例來講 很多人事實上 比較厲害的人 他就會知道說 這個人事實上就不好配合 該硬就是硬 該軟就是軟 好好的講 這個我蠻常聽到 可以好好的講 但是你要表達的立場 要很硬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有時候是一個學習 事實上有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社會的人 事實上有一個蠻大的 就是真正的好人 爛好人 反而是 各位有沒有發現 反而都活得不是很好 反而是有點變得是 兩面三刀 虛假虛假的人 事實上 反而會活得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我們也不是說 那事實上有時候 對我們今天這一集的主題 是想說 公司內跟公司外 那事實上有時候 對廠商也是 廠商不是全部都好 有廠商也是 跟你很好 到時候驗收有問題 你剛剛跟他說的 對不對 那個什麼 你們需求端的人 就這樣講 馬上變年有沒有 有啊 馬上吃了一個悶龜 所以有時候懂得保護自己 就是說 跟人的交集是很重要 公司內部也是一樣 例如就是說 舉例來講 兩個人在用一個機台 然後兩個弄一弄 要怎麼做 跟B兩個討論 然後主管來了 怎麼這樣做 馬上說是B講的 B就 不是我們兩個一起講的 沒有啊 那個我就這樣講 然後他說這樣不用 主管就 對不對 那這時候可能會 有人會說 基於滅子 我們就壓下來 應該 那你說怎麼做比較好 應該我覺得這時候應該這樣 別人已經撕破臉 已經在弄你了 這時候 別人假如說 今天如果說我們兩個 就好比說A跟B兩個都 B跟B兩個都 有點自吸一部分 兩個一起背馬就算 但如果說假設A已經接B了 那我覺得這時候B也可以試度講說 對 剛剛我是有這樣講 可是事實上是我們兩個一起 討論之後決議的 雖然我講的比較多 但是事實上A也有認同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會說這樣會不會跟A撕破臉 我覺得應該是說 你對我說一直撕破臉 一直悶悶溫吞 那當然是可以 可是問題就是說 各位有沒有在發現 在這個社會來講 事實上 又在公司來講 你溫吞最後沒有什麼好下場 為什麼 因為說白了答案的心 等一下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就也會有很大的一個情況 所以最好的就是 剛剛別人已經踩到你的底線的時候 事實上你適度的反擊沒有關係 那有人說 有的人比較厲害的人 為了簡化這種殺傷 其實他會講說 哪有 剛剛你不是也認同嗎 我們都一起講的啊 對不對 我剛剛這麼做你也說可以啊 怎麼你現在就這樣講 對啊 主管來就這樣講 就算也是可以笑笑 但是假的就是把事情給highlight出來 那主管聽到這裡 事實上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說 事實上他可能 你剛剛已經罵了一個人 但是他也知道另外一個人是知情的 所以他也不好意思再罵下去 那這時候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正常那種 另外被掀起來的人 可能就憋憋憋憋 可能他也很嚇 可是事實上 他也站不住腳啊 對不對 那但是事實上 這樣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在於就是說 假如剛剛A跟B 第一個被捅的那一個人有沒有 事實上下一次他會怎麼樣 他會比較清楚的知道 人家如果猜你的底線 適度你可以反駁 我覺得不是說 溫溫吞吞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你什麼都吸收 老實講 當然是最好的 可是事實上 那真的是人家會尊重你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點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是 本來是講公司內跟公司外 可是後面又回顧到人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假如人家真的已經踩到你的底線了 適當適度的反擊 事實上大家是沒什麼印象 就這樣 要不然就這樣對不對 說實在話的 本來就是一個情況 就是說 說實在話的 我覺得有一個很奇怪 當人家已經會去查你的點的時候 事實上 他心裡的OS 只是沒有講出來 他有理想究竟 我就是要咬你 要不然怎樣 要不然你要怎樣 有一部分是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不要怕 不要怕 有時候內心就是害怕 要等他那樣不行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你心裡會更難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是一個 有時候很多人在拿捏那個分寸 就會覺得說怎麼壓榨自己 覺得自己很辛苦 舉例 他一個例子來講就是說 舉例像有些公司來講 會有什麼 會有那種 那個什麼 那個房災 房災需要來公司怎樣 公司那種 那有一個好比就是說 舉例來講 本來假設是A要來 B在他後面 不過我的B在他後面 然後A就跟B講說 你可不可以來 A跳過B 問C說你可不可以來 如果A跟C的交情好 那是一回事 但是如果沒有 而且B跟C差不多 他就直接跳過B問C 那這時候C也可以答應 那C如果自己本身也不方便 他這時候不好意思 我也不好意思拒絕 這時候怎樣 但如果說這時候怎樣 C應該說 我可以幫你是沒關係 但是因為我也有不方便 所以我可能也有自己的考量 所以我可能不方便來 不好意思 就這樣子而已 但如果說你今天去幫他是說 你要幫助這個人 或你覺得這個人想交情 這都OK 但如果你是因為不好意思而幫A 那有沒有可能極大 A有可能 第一個有可能感謝你 第二個A就這樣子 但事實上 根據社會的一個經驗來講 真的會感謝你的不多 大部分都是就這樣子 謝啦 人家就問說 你怎麼不用去了 我就問C C比較好講話 如果人家聽到這樣 這時候事實上 人家就找C 人家會覺得C這個人很建議 我還是C這個人腦腫 但事實上 如果C這時候有認知說 人家找你是因為人家 就覺得你很腦腫 而找你 這時候建議你 反而說不 你不要說 不要這樣子 你可以好好地跟他講 事實上 老實講 因為那天我可能不方便來 為什麼 對啊 因為那個 因為我那天可能不方便 對不對 對啊 可能就不方便 這樣子 因為我有事情 人家可能就知道說你在唬爛 那是就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是人家先 人家先去 踩這個點 我覺得這個 一來一往也是一個蠻大的 事實上我們剛剛在一開始在講 說是一個公司內跟公司外 可是事實上後面講人的部分 事實上人的部分 就是比較沒有分公司內外 所以等於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講說 公司人內外 比較容易去扯 這是一個制度面 但人的會比較容易去扯 是屬於人性面 所以事實上今天來講就是說 假如說 假如假設說 這是彼此的認為 如果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可以把公司的內外 分清楚跟你的人性 人的一個內外分清楚 老實講 你對人的一個處理事情 很多事情在處理上 會比較好 就是說你看有的人就是怎樣 閃得很好 或做得很多 Anyway 就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過程 這樣子 就是說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 舉例來講 就是說好比就是說 像有的人 有的人會欺負別人 欺負別人 這樣子 那個誰過來辦東西 OK 今天這個如果是監視場合 老實講 就是說阿比說今天這個公司的 部門的場合 他不叫別人 他叫你 可是問題是叫你合理 因為總是要人去搬 被點到了 OK你就去了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 假如 假如今天怎樣 你抽到了一個 假如公司有辦那個 看電影的活動 你抽到電影 他說你可不可以給我 你可以說不 不方便 因為我要用 謝謝 哪怕你沒有要去 你也可以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 他有踩到你的點 你這時候如果說不要 反而是OK的 為什麼 因為他當初叫你的時候 有點開不起你 你這時候說不 我覺得不是說 單身那個跳 或不給人家用不 而是怎樣 是你對你自己內心的一種 可以拒絕變的勇氣 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提升 今天我們講這些 我們希望是 觀眾朋友如果有聽的話 是一種比較正面去聽這一關 不是說我就是單身 我有人 或者是怎樣 我寧願自己不要 不是那種心態 而是說是讓自己搶 因為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的人 事實上是不會拒絕變的 我覺得這一集 因為奇怪 我們這一集本來是在聊說 那個公司內外 可是事實上公司內外 有一部分還是取得到人的部分 對 有時候我覺得有些人 不太會拒絕別人 就是說會怕得罪人 可是事實上 在這個時候 我們平常就講 你就算坐在那邊 有人還是看不出你 有人還是故意弄你 有人還是故意造你的肥謠 那你能怎麼做 你就是把你的別人做好 事實上來講 就是有時候拒絕別人 不是說隨便拒絕別人 我覺得不知道怎麼拒絕別人 但有一個點 假設那個人已經踩你的點 壓你的底線 已經看不清你的情況下 你拒絕他 所以這時候大家都怎樣 心知肚明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或許是給一個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良心的建議 不是說你可以好好的跟他講 但是表演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話 事實上已經表達很多的 深層的一個點這樣子 對 那再來就是說 第二個我們來講 就是公司的內跟外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這個事實上 就跟組織很大的一個點 就是說公司內的不會很容易去 很大一個點 事實上公司當 這樣子容易去拉扯的時候 有一個蠻大的一個點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組織商城一個很大的點 農園太多了 就這種農園太多 公司本來希望可以做 那麼多的關卡來升把關 但是當這個關卡沒有用 變成是一個阻礙的時候 事實上公司就是要搭到國 去把那些刮骨的要把 再重新鋪肉 但是公司一般會這麼多 我們之前講過很難 他都是讓大家自身自滅 然後最後都是怎樣 列幣拘束兩幣 都會導出一個現象 對 可是我覺得事實上來講 並不是說因為這樣一天不好 所以我們不講過 我們還是要表達就是說 事實上還是會有很多的什麼 還是會有很多的人 還是會有很多主管 他是希望可以公司的企業主 他希望可以改變 所以事實上他會搞什麼意思 應該是這樣子 原來我設那麼多關卡 事實上沒有60是什麼 第一個有可能是他的弱勢度不夠 可能他後面的push沒有 很多他是忍不到位 很多是忍的問題 這時候事實上就是可以利用 淡路季的時候 如果忘記是不用講了 就火力全開 大家拚訂單拚營收 但如果淡季的時候怎樣 好好的去 可是這個事實上我又牽涉到一個點 很多公司在review人的時候 事實上是什麼 就全面一次性 那是不合理 那代表什麼 那代表主管也不願意去 官方也不願意去做壞人 對 所以等於是說 為什麼很多人就是說 有時候 有些企業主 反而會希望公司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拿一個大混亂 為什麼 把全部的人都逼走 逼逛逛的時候 這時候再重新補漏 因為省區很多的麻煩 可是那過程中 就會有可能會死不死掉 一些很優質的人才 這個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層面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今天就是以公司的一個立場來講 就是說公司的立場來講 就是說應該來講就是說 在公司內跟公司外 不能說公司外一定是 但公司內部的確是 而且是公司越大的時候 越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公司外部都還好 都是公司內部才是問題 而且是跨部門 這些問題來講 事實上都是蠻大的一個問題點 所以有人想說 我們需要去PM把它給串起來 都是這樣子 希望把它串起來 不會造成一個訊息落差 可是PM又會衍生其他的問題 有些PM可能有些比較強勢 有些比較弱勢 有些東西比較優秀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Sense 又是很大的一個點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會 一個蠻大的一個問題 可是事實上應該來講 這個東西來講就是什麼 事實上它在某個層面上來講就是什麼 它就是在讓優化公司的一個連關係 就是說當你的公司這個連關係越高的時候 它的整個效率就越高 所以事實上為什麼說公司沒有效率 就是這個意思 反而言之如果做好的時候就是有效率 我覺得今天我們是針對於這個部分來講 去做一個稍微很淺 我相信是一個非常 如果有聽到這裡的觀眾朋友 就會知道說今天是一個蠻淺的內容 如果是說我覺得接下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再深入這個部分就好好的講 因為這裡衍生下去就是一個組織 它從榮源 它從一個沒有效率中慢慢去 等一下去把它一些刮骨 然後去補肉慢慢長出來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去判斷人的好壞 在這人的好壞中去如果很有優質的 應該去慢慢的晉升它 而不是說主管為了要自己鞏入自己的機會 可以晉升一些大家覺得不合理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公司的一個文化的形成 老實講今天講這個很短 可是事實上它是整個組織升級 人才經濟一個很重要的彈頭版 那我們接下來希望有時間 我們再針對 我們會再找時間去針對於這個細部的部分 好而再去做一個一米還萬米生的 一個性質的一個神話的研究討論 好 今天就先放到這邊 掰